11月11号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会上有台湾记者问 解放军军机频频出现在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是否有意保持或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做了回应 解放军的有关行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 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是对民进党当局台独挑衅行进的 严重回应 朱凤莲强调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大搞台独 还指望外部势力保护 只会筑成历史性大错和灾难性后果 对两岸民众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决心和意志 对我们所做的准备和能力 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 千万不可低估 不可挑衅 不可冒险 另有记者提到 基于民进党当局最近谋独行进 变本加厉 勾连外部势力 一切声音建议以战促和 以武促统 对此 朱凤莲表示 我们的对台战争方针是一贯明确的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的主流民意 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我们愿意尽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 同时呢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绝对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的地图上 一点都不能少 中国的领土一寸都不会丢